嗚~~ 阿~~~ 阿嬤你怪作公寶雞丁嗎?! 那個..那個眼睛 那你媽很黏那個眼睛 那好像.. 終於被掉在我臉上 我看你還長得這樣做是不是嗎? 我有覺過嗎? 真的..真的.. 公寶雞丁嗎?! 其實我覺得 真的好像好像不像一般外面會吃到的公寶雞丁 而且它就很嫩欸 第一副接洗手 這是我阿嬤自己做的 天男的洗碗筋 阿嬤直接加持在你的手上嗎 阿嬤 你不會做過毛巾嗎 那個眼睛 那你不要黏那個眼睛 我剛剛沒有過眼睛啊 我寫給他 喔喔喔喔喔 沒有 空間錯位嗎 不是 你有眼睛 真的很辣嗎 真的很辣喔 發生它看起來就沒有皮 我要把皮拔掉 這是一個大工程 保鮮盒 倒進來 阿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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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 都會看到我臉上 好像有點太大塊的公保肌肉 好熱門 目前妳覺得成功率大概是多少 到目前這個階段 我覺得這是一個好開心 我願意給我自己有18%的成功率 畢竟這組是雞肉 我們重要的是醬汁 醬汁是靈魂 為什麼妳自己不不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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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起來長得這樣子是不是嗎 我有覺得過嗎 這是沒有看遊戲規則 哈哈哈哈 炒洋蔥之後 就很醬 很香欸 這真的是 那我們就直接給它下 辣椒 第三部是下辣椒跟花椒 為什麼我覺得好像錯了 好像應該先加醬油欸 醬油 蠔油 加一點冰糖 加一點冰糖 然後加一點水 因為我怕它焦掉 感覺有這麼一點點感覺喔 再加入我們的雞肉 大火給它翻炒 好啦小一點 我要讓它滋入味 我先吃吃看會不會太甜 少了什麼味道上 像什麼像什麼 啊剛剛忘記加醋欸 像什麼我覺得味道還不錯 但是好像少了一個味道的感覺 青蔥大火快炒 完成 什麼擺盤啊 我家人說 你要煮飯的話 請你好好的擺盤 感覺就是 綠綠的一點點 紅紅的在最上方對不對 唉唷 真的擺盤我給過 謝謝大家 來拍攝我們今天 上街情的 黃湘芸祖祖登場 今天為你們再來的是 狗狗之丁 我們這一次的無食譜料理至公保雞丁已經完成了 好緊張喔 我覺得很緊張 不會啦 我覺得真的應該會不錯 我對自己有信心 但是我覺得它可能被我煮得不像公保雞丁 沒事 吃吃看就知道 有種別的菜的感覺 我覺得好吃真的是另一道菜的感覺 這道名字叫做 松保雞丁 松保雞丁 我會給它六分左右而已 可是如果是我給我給到八分 差不多六點八分 就是你不要去在意它今天的菜餅是什麼 對 我覺得 我覺得 那我可能覺得它沒有成績 對 那就是不是啦 噗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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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噗 怎麼會抓狂 真的 最怕 最怕的手不夠啦 15點就要起來了 要跟床拔河有沒有 畢竟這裡是家裡的那個工作 就是想說年輕人就回來切這樣子 15點就要起來了 要跟床拔河有沒有 一定要睡那種嗎 賴床一下 對啊 基本就三個這樣子 背鍋很溫暖 要跟床拔河嗎 好 算頭髒耶 即便和周公的對意糾纏 有多難分難解 曹光一每天六點之前 一定得準時就位站在肩台旁 和媽媽林秀燕 用極度朝氣的小碎步節奏 跟嘉義人到早安 但沒有兩個沒辦法 因為一個要起來 切新的下去煎嘛 一個要換那個快膠的 就要快點弄切 要加冷嗎 不要 不要加蛋 好 算頭啦 竹子分工一人看顧一鍋 白皙的蘿蔔糕也在煎勺的綠洞中 漸次染上金黃和酥香 魅惑早起鳥報到 外頭天色是蘇醒前的朦朦朦朦朦 車燈和街燈是成型人的探照燈 大地還盡失於乳水的涼液之中 但此時曹家的堅鍋溫度 已經日震當中 吹了整個手都是 尤其是蛋 蛋的那個邊邊有沒有 如果沒有把它清掉的話 它會整個跳起來 肩台上急急如綠令 偶爾小心油噴爆發 胡子倆的雙手沒得停 一來得要不斷翻動 讓蘿蔔糕焦脆不黏鍋 一方面也得趕在門口 停滿機車之前 先把外帶產量備足 早餐客人多數都想要得來速 得抓緊這來去一陣風 才不會讓台幣飛在空中 因為有的人他們趕著 三八沒辦法等 他們就拿了就走了 要大雕掉不要轉頭 好 我們這個熱度比較高 早餐店的話它有別的東西 你熱度高的話 別的東西會焦掉 我們光煎蘿蔔糕而已 所以那個火力的話比較強 煎起來就會焦焦 比較香比較好吃 很嚴重 我一點都會嚴重對不對 自信以一擋百 專心只賣一樣 不會輸給別人 零零總總的十幾樣 林秀燕煎蘿蔔糕的身手 早已通過無數掏客的 舌尖認證 讀台前的主力位置 已佔四十年 手底功夫爐火純青 人人會煎的菜桃桂 硬是讓它煎出達人智慧 符符高畫整為林 不必拿齒當輔具 林秀燕下手乾脆俐落 每一片的寬度幾乎分毫不差 它這樣子切起來是不是比較薄 直切的話也比較高 大塊切片之後再切成條狀 下刀角度偏愛斜角 他說斜切的側邊面積 比直切要大 同樣的體積可以切得比較扁平 秀燕面大厚度薄 自然容易縮短肩台時間 也更容易手透 來大的事實 在成為尖台達人之前 林秀燕和先生做的是 餐廳失手金的加工生意 遇上嘴馋的時候 就直奔婆婆的店裡 大塊朵衣一番 但後來老人家體力 逐漸負荷不了勞動體力活 又懸念著做了一輩子的口碑招牌 放掉實在捨不得 要讓老人家安心退休 林秀燕於是接下煎勺 就這麼勤勤懇懇 把生活翻肩成日復一日的 牛汗踏實 也酥香了一家子的簡單生活 好 要湯嗎 好 也沒有那個地方 那個空間可以吹了 因為之前我們婆婆 他們去買的時候是用澡 以前的澡 現在都是用蒸汽了 多喜相傳的蘿蔔糕滋味 唯一不同的是 專業分工的概念 老人家以前從抹米 隨櫃 煎櫃 到做生意 全都一條邊自己來 每天工作超過十六個小時 幾乎是長期抗戰 但林秀燕接棒後 懂得細水長流 把麻煩的事交給更專業的來 她只要把握好關鍵的食材 做出來的蘿蔔糕 口碑依舊成高 做起來要有那個Q度出來 有的米不好的話 它那個Q度沒有出來的話 它會容易斷掉 要切成這樣嗎 要切成這樣嗎 要切成這樣 好 要切成這樣就可以了 好 要切成這樣就可以了 距離林秀燕的間台 兩分鐘絞成 有五川的菜桃桂工廠 每天一早就上井發條 為了眾人的口腹需求而轉動 七十年老食品廠 招牌就是蘿蔔糕 只用台灣生產的蘿蔔 做出來的菜桃桂 香氣足 口感綿細 每到過年前 臨買的排隊人潮必定湧現 而全嘉義八成的餐飲店家 賣的蘿蔔糕 也都是從這裡批發才買的 很方便 煎一下就不可以吃了 所以我們家裡的主題 如果有回來的時候 都會要吃這個粿 游泳川街棒做粿超過三十年 蘿蔔糕怎麼做才好吃 問他絕對沒錯 我們粿在做的好吃 最重要的也是米 古米它一定要換半年以上 你如果生米的時候 它沒有那個Q性 對米很挑剔 但遇到要求更高的林秀燕 游泳川服務至上 接受林秀燕自己叫米 把好的標準做到底 也對它的龜毛佩服到底 他對這個品質做得很要求 所以古町人家也是 一般都吃得住 台灣的 你好 那要嗎 蒜頭辣要嗎 對 細節堆疊出完美 讓林秀燕的蘿蔔糕生意火力 不但是嘉義最旺 還擠身第一屆 台版必比登的五百萬名單之中 不只熟可愛 還多了許多暗途所寄而來的 外地常鮮客 不起眼的小店 也成了嘉義的美食打卡點 你好 一大一小 要加藥嗎 好 加藥的好吃 老茶也這麼放 這裡附近幾個間 這裡生意最好的 不要擺盤 待會兒八點八道 人家一堆 要擺盤嗎 對啊 所以要很慘 吃不膩的 還有演藝圈大腕 王偉中一家人 附近眷村出身 從五十年前 林秀燕的婆婆掌尖勺時 就經常來吃早餐 補充活力 鄰居老顧客 就這麼變成了老朋友 他做人家照顧 他很照顧人家見識的 怎麼逃避 也很照顧 他回來的時候 還是找他們 找我們聊聊天 但現在要跟曹仁傑 林秀燕夫妻聊個幾句 還真的不能挑假日來 人手不夠的時候 因為想要抓狂 真的 結果最怕人手不夠 就是外面人排隊 裡面一大堆人 立家路都是這樣的 還好曹光一現在是爸媽的 幫手和剔手 原本在車場工作 聽到老人家想要脆袖 孝順的他 其實也沒掙扎 也不用多想 跟四十年前的爸媽一樣 回家成了理所當然的選項 現在媳婦在帶小孩子 小孩子還小 媳婦出來的話 我們兩個老婆就退休了 畢竟這個是家裡的那個工作 就是想說年輕人 就回來切這樣子 三代超過半世紀 這一家人專注心力 專精於孤胃 再以親愛熱度 煎出嬌香 生活如同蘿蔔糕一樣 單純質樸 味道簡單也幸福 有一句俗言說 辣椒會辣一根就夠了 這家煎蘿蔔糕的老闆娘 就秉持著這樣的信念 三代就只賣一樣 但是把一樣東西做到第一 勝過樣樣通 樣樣鬆 也難怪 有台版被比登稱號的 500萬小吃品選 一推出就把這家蘿蔔糕 收進了嘉義美食名單